各位基督姐妹晚安 晚安 在星期二的晚上 我们又再次空中见面 一起来祷告 有一个消息 今天也要请大家 特别带祷的 就是我的母亲 在昨天晚上 我们接到消息 在入晚岛之前 就接到这个消息 我妹妹告诉我 母亲老出血 晕倒 送到医院急诊室 我们录完了 完岛了 就赶快去看她 老人家现在 是在昏迷状态之中 医生也给我们看 出血的一些状况 的确并不轻微 所以我们求主 在这件事情上 掌王权居首位 当然每一个人 当信了耶稣之后 我母亲信主了很久了 他们都有永恒的盼望 其实地上生命 也只不过是客旅 就好像圣经这样讲的 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 这样说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是的 我们都是客旅 都是寄居的 既然是如此 我们也相信 妈妈就算是盟主恩召 也是进入到与主同在的快乐的境界 所以我们心中平安 继续侍奉 继续交托 等候神在这件事情上 彰显祂的旨意 谢谢各位的关心 那今天晚上 我们的祷告 也特别纪念乌克兰地区战火密布 真是不容易的一个状态 恳求主在这件事情上 掌盲权居首位 让主的平安 是给那个地区的朋友 那些地区的国民 使世界有平安 那我们用祷告 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请师母带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世上有苦难 有病痛 有生离死别 但是在地里面有平安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提醒我们 我们短暂的一生 不过是客旅 我们在地上 不过是寄居的 因此我们要追求永生 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 我们的肉体 真的是会与我们 这个追求永生的灵魂 常常作对 主啊 我们求主 你借着我们每天 这样的祷告 在你的面前 请心图意的祷告 主啊 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垂听我们为个人祷告 为家庭祷告 为这个世界的祷告 主啊 我们纪念到乌克兰 战云密布 求主的公义伸张 让一切人为的野心 侵略和谎言 都能够在主的公义 在这个世界的和平里面 能够彰显出来 唯有公义才能带来和平 主啊 我们这时候 也特别为吴牧师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婆婆 祷告 我们求主 你与她同在 让她这个94高龄的 这个人生里面 她能够信靠你 这个时候 也许她要回到永恒中 与你相会了 主啊 求你接她回家 的时候 这路上 这一切的过程 无论还有几天 主啊 都能够平平安安 满有主 你自己的同在 经历到你自己 赐福给她 减轻她肉体的痛苦 主啊 我们虽然 情感上不舍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是要 境界我们个人肉体的私欲 该做的服事 我们一样做 主啊 该跑的路 该尽的责任 我们都一样 靠主的恩典 能够完成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再次谢谢各位的 关心和带导 愿神祝福各位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